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0号 因为我一个比较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今天终于我们的房子建好了 交钥匙 从去年我们应该是6月份的时候 我们签了合同 然后交了第一笔押金 然后买了这个房子 到现在历时真的是一年半 从去年6月份到今年12月份交房子 真正的等了是一年半的时间 终于这个房子 就是说建好了 然后今天交钥匙 它一共给了是三套钥匙 它还有两个门 两个门用钥匙不一样 这是一个正门 这是什么grudge的门 两个门的钥匙还不一样 然后这边等于是给了三套钥匙 一共是 每一个这个是一压一把 这个是每压有两个 然后给了三个 这是车库的遥控器 然后这个是开双车库的 这是开单车库的 这三个还没有设定 你自己可以去设定它 反正给了三个这个 等于是三套钥匙 三个这阳红器 然后这是他们送的一个大礼包 所谓特别沉 因为下面这是一个皮的 特别硬的一个皮 火的这个知道吗 刚才我们编了一下特别沉 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东西 就是给了一瓶红酒 一瓶香槟 中间给了一盒坚果 然后后面都是各种毛巾 它这看着个很大 里面全都是毛巾 还给了一个杯 但是这个杯是那种塑料的 这个杯一看 就是在那种一盐店买的那种塑料杯 是塑料的 它不是玻璃的 当然它可能觉得玻璃的也容易脆 这边一个 那边一个 两个塑料杯 塑料的高脚杯 还送了个大牛皮包 对 这包不错 我觉得老婆以后可以 离人这包去超市买东西 可能装了这包 好不好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 房子现在 虽说是交了 但是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都得算是一个半成品 你看这边是 缺了一堆的东西 冰箱呢 这个我们定那个冰箱呢 是应该是 就是说足丁足毛的这么大 然后刚好呢 是能够搁进去的 这个塑料的冰箱 然后冰箱呢 是最扯的 冰箱呢 它现在跟你说最早最早 明年六月份才能到 那现在呢 只能给你一个临时的 反正你就先种 临时冰箱呢 它也是一个新的 是它到这儿倒不错 是个新冰箱 没有用的新冰箱 你看这都还都没打开了 还都包着了 这个冰箱呢 等于送给你了 这个冰箱不用花钱买 因为那个冰箱没到嘛 所以这个冰箱送给你 你先拿着 先临时先种 等那个来了之后呢 这个它也不要了 就给你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里边这个中厨嘛 第二个 哎 这会儿 这有个坑啊 也无所谓的 它那冰箱进去之后 也看不见了 对 再说吧 反正呢 这里边这会儿呢 刚好我们这会儿 我看我能开灯吧 对 进来之后呢 这会儿应该可以 搁一个冰箱 它那冰箱呢 我量了一下 尺寸应该刚好能进去 只不过呢 就会凸出来一点 不过这个咱们到时候 再说吧 但是反正就省了吧 因为那个冰箱 我看你要自己买的话 也要将近2000块下来 这个 下不来 好像下不来 你别说他送你的冰箱还行 对 双开门的 这种双开门的冰箱 现在差不多到2000以上了 1000多现在都是那种单开的 它就是它是双开的 怎么这么难开 这 哇 天终于打开了 可能因为太新了 导致了 就是新的 看这上面有没有写价钱 什么 没有 上面只有型号 没有价钱 后来我拿这型号 我会查一下 大概多少钱 所以然后就是说 这个灶台 灶台也是 灶台就是说 我们那个的话 要比这个大多了 我们应该是从这到这 那种大灶台 然后也没到 这个也是 但是这个也是送你一个新的 这就送给你了 但是这个到时候 有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 这倒是 他不要了的话 他送给我们 我们用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可能 我看看能不能搁到外边去 到时候在外边搁到 然后在外边再弄个烤炉 就可以外边就可以到时候 BBQ啊什么的 可以 可以用 但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 就 就在说抽烟机 这个呢 他回来还要换 那个上面还有个饼 通常看不太明显 有小饼 然后呢 所以呢 后来再给你 再换一个 但是不按怎么着 反正就这意思了 这儿也没弄 对 没有过 这儿也没弄 回来要跟他说一下 看是在定 现在这种柜子什么的 弄起来都特别的麻烦 所以呢 就只能的 就是说再等一等 大体上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说一说 我们未来吧 因为拿了房子之后 不是就完了 这个房子现在根本 还不能住进来 你看后院也都是 一片荒地 还都还都没有弄了 后院回来 我们也要再 再想办法 然后呢 就是说装修 提到 因为拿了房子 第一件事 你肯定就是装修的问题 按照他们的这个规定呢 就是房子 现在你就可以住了 当然可以是 是没有问题 这房子现在拿来 你就直接搬进来住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就是说咱们 可能要求 还是比较高一点 对吧 因为买了这么好的房子 肯定要稍微的弄一弄 那后面呢 这个装修呢 我现在有一些 就是说初步的这个想法 我最早的时候呢 我原先以为 就是说买完这个房子 然后呢 我手里留个30万美元 做这个装修 我当时认为呢 就是说内装 连这个农池什么 有30万 应该就够了 然后当时呢 我就想装修搞定了之后 剩下的 我再拿个10万左右 能弄个家具啊 电气啊 什么的啊 那现在看来呢 30万根本就不够 不可能的 就完全就是说梦话啊 就是外面住 住这个院的话呢 20万起跳 应该说 如果要坐农池 铺什么 然后上面搭架子的话 现在最少20万起跳 我朋友家呢 他还是好几年前做的呢 都是这个15万 他说就是现在来讲的话 你20万 呃就就刚起步 就没有办法 目前也是这个物价在上涨 然后工人也不好找 所以呢 也都不好弄 呃 然后剩下的 我跟你说 这个装修啊 呃 当然了 我跟一个朋友说 我说那个30万 可能装修不够 呃 其实最早呢 我们认识了一个 这儿一个小伙伴 他买了跟我们的房子呢 差不多 他的这个装修 他跟我说 他装了50多万 还没弄完 我当时我就愣了 我说55万 从哪来的 这50万 怎么怎么就会要了 而且他他50万是连这个 有10都没算啊 50万进去了 你知道吧 我说怎么会这么多钱呢 然后呢 我们就就算算 我跟你说啊 就最简单的 咱这样 你到这边来 你你你你你站在这儿 你你往这边照 我告诉你啊 就咱先说一个最简单的 就这些窗户 看这些窗户了吧 你看 你站到这儿照的话 会比较好 对 你站到这儿看啊 从这开始 这边是123 你看 刚看上面啊 12345 然后6 然后这边789101112 就是上面 就最上面这6 这12个窗户 对吧 好 然后看下边了吗 这门 这可能要做6个 那还有一个 这边是多少 123456 7891011 下面是11个 然后再看中间了吗 两个大的窗户中有一个小窗户 看这小窗户了吗 123 这是6个 7个8个9个10个11个 也是11个 反正差不多吧 就是说最上面 就是可能12个 中间是11个 下面是11个 一共加一起的 差不多是30 34个窗户 对不对 就这34个窗户啊 因为像这么高的窗户 你不可能做那种拉帘的了 你也够不着 所以只能呢 做电动的 电动的呢 它上面应该有电机 就是说呢 全部的都是遥控的 然后呢 用WiFi去连接 然后呢 拿你的手机呢 就可以操控它 你拿手机一按 所有的窗户哗 就都打开了 你在一按的 所有窗户就都下来了 那么所有的这些窗户 基本上啊 上边的这个 这个大一点的这个 差不多在 800美元 一个 然后它做的电低呢 不走电线 那么要 因为走电线呢 很难看 不好看 它是怎么做呢 它是在这上边里面 搁电池 它呢 一个电池呢 它能用十年 因为当然这窗户 因为用电动的也不多 所以一个电池 搁电池能用十年 十年之后呢 你完了之后 你找它 它来给你换 它是这个终身保修 就叫什么 Hunter Douglas 是吧 这是在美国来讲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呢 专门做窗帘的 这么一个企业 所以呢 就是上面这个 差不多每一个呢 就在这个800 800多吧 那中间的 你看这中间 这小的了吗 因为你别看 它是小窗户 你一样递给它 做电机 就是说麻雀 虽小呢 五脏俱全 它一样你拉下来 拉上去 所以中间的这个的话呢 差不多造价 也要在 就是说六七百 因为呢 就是说 东西都一样的 只不过差一点尺寸 明白了吗 那下面这个门呢 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门呢 它是一个24英尺 24英尺的这个门 这个门呢 它要从头做到尾呢 做不下来 它没有那么大的 那个电机 没有那么长的 所以呢 它要做两个 做两个呢 就这边可能一个 一个十二的 那边一个十二的 那么两个下来的话呢 造价基本上 应该在不到七千美元 应该六千七八百 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呢 你就算算 就光外面就这些窗户啊 咱先不算卧室的窗户 先不说 就这些窗户加在一起 差不多应该是两万多 不到三万 就光做 就光 就光做这个窗帘 因为 对 因为你要是那种 传统的那种 house 你的窗帘 你就是上面 掉个棍 上面拉个帘 那没多少钱 但是这种呢 你不可能 因为你 你根本就够不着 上面那个 你 那上面你怎么办 你只能做电的 你做电子 你上面一圈做电子 你下面做那些不好看 所以要做 都做一体的 这样出来之后呢 就拿个手机 或者拿个摇控器 而且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子 它 就说你即使 你在外边 你在 你在这个办公室 或者你在那个 墨里面逛墨 你随时想开窗户 你要 因为它都是跟WiFi连接的 你只要在手机上一按 它就打开了 手机上一按呢 就 就关了 反正呢 但是呢 账价就是贵 就仅仅就这些 差不多 就光装窗帘 差不多是不到三万美元 没完啊 没完你知道吗 这可是三十几个窗户 五个卧室 每个卧室都有窗户 有厨房 有厕所 有窗户 如果你所有的窗户 都做的话 这这一套下来的话呢 它给我报了一个价 差不多是五万八千美元 就是说 整个这楼座 就光做窗帘 就指窗帘这一样 是五万八 然后呢 下面做这个地板 地板什么概念呢 你看啊 它现在呢 是这样 它偏要呢 这时候给你铺好了 这个瓷砖 它这瓷砖呢 是12乘24的 就比较小 然后这边是地毯 那然后呢 如果你要做这个的话呢 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分两种 一种 就是说在原先的基础之上 只是把地毯扒了 在地毯上铺 铺瓷砖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把它砸掉 砸掉之后呢 我们整个铺 砸的话呢 你看它现在这个 就是主要的这个厨房 这好就从这好一直到那好 我不知道能不能照到 从那个就是说车库门那进来 一直到这边 它已经给你铺了 对吧 那把这些呢砸掉 然后呢 还有呢 跟我来 跟我来 在大门这儿呢 还有一块 天要左手有那种层次感的 大门这儿呢 有一块啊 好 那么是这样啊 就是说你要砸它 砸要收砸的钱 装的收装的钱 就光把这一小块砸掉 要五百 如果厨房那也要砸掉的话 那要一千 就你光砸它 差不多就是 一千五 然后呢 铺砸砖呢 就在这儿了 因为呢 这个呢 也比较大 你看你从这儿照 你站在这儿往里边照 你看 你站在这儿往里边照 你能看出来 它那比较大 比较大呢 所以它推荐我呢 用那种 就是说48乘48的 48乘48的 就是说 相对大一点 这什么概念呢 这个不是12乘24的吗 知道吗 48的话呢 就是说从这儿 差不多到这儿 然后建方的 这么一种 就是这一块 跟这一块 对 然后呢 这是12的 对吧 这是12的 12乘24 然后呢 这是12 这是2 那差不多 就是说 那就这样吧 这8块凑在一起 就正好是48乘48的 对不对 就这么大一块 48乘48的 然后呢 就这个瓷砖来讲 这个价钱呢 不太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从就是说最便宜的 一日到最贵的 那48从48呢 基本上最便宜的也是5块9毛9 就是6块钱 一平方英尺 一平方英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我这脚了吧 我这脚差不多就是一个feet 对不对 就以我的脚 就从这儿到这儿 就这么大一块吧 这是6块 所以像这个来讲 我估计就我的脚底 够多少个 你看从这儿过来 这4个吧 从这儿来讲 差不多也是4个 4次16 这个就是48乘48 差不多就应该是16平方英尺 如果是6的话 就这一块的话 就差不多就100美元 100美元一块 差不多 这么一块 我说的这是最便宜的 5块9毛9 好的的话 差不多能到11块5 一块 就是一平方英尺 一平方英尺是11块5的话 它一个是16个 对不对 差不多就应该到1780美元 就这一块 一块磁砖 就170美元一块 然后铺的时候 就是说 还有手工 人工 就是说 每平方英尺是10美元 什么概念 就是说 你看这一块了 就这一块 是16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手工应该在160美元 成本 就这一块 应该在178 如果你要买最好的 两个加一匹 就差不多350了 就你买最次的的话 就是说6块钱 一平方英尺的话 这一块应该是100美元 它的手工是160 两个加一起 就260美元 这是光手工 然后还要搁水泥 由于你要 你如果铺这么大块的话 下面水泥要够厚 要够好 要能吃得住 那么水泥应该是28块钱 一袋的那种水泥才行 就10元一袋 那个不行 他不敢给你装 装完之后 他怕出事 他怕你装完之后 到时候 因为你太大了 你知道吗 装完之后 他如果10亿 他说10亿那种的话 你可能这随便掉个东西 掉个东西 直接就蹭了它 一定比这下面 是那种最好的 28美元的一种水泥 他说那样就磁细 就能扛得住 你给我装大块了 那么你就简单 那么这样的话 他说水泥差不多军杯 到每平方英尺的话 是2块钱 所以我们就说 咱们说最便宜的是6块钱 最贵的是11块5 咱们取个钟 取个8块钱 然后再加2块钱的水泥钱 是10块 再加上他10块钱的手工 也就是每平方英尺 是20美元 那么这个房子多少 这房子一共是 差不多是4498 可能就是4500尺 4500尺 楼上是1000多 楼下是3000 可能是3000人出点头 因为楼上都是挑高 所以楼上面积小 能看出来吗 楼上因为这整个大面积 都给都给镂空了 所以楼上的面积 比楼下小很多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全装的话 把这个当然厕所 还有一部分 因为主卧的厕所 跑下去的话 差不多那也还要 能上去4000 4000尺 每平方英尺 是20美元的话 差不多就是8万 就是说就光做地面的话 就是8万 如果你 如果只是一楼做的话 就是说3000的话 就是6万 然后上面 就是说你如果铺地板 地板能便宜点 地板差不多4块5到5块 跟你选的就是说 就包工 联工大料了 根据你选的 不同的地板的质量走 一般来讲 也就 当然最好也不会超过6块 基本上就是4块5到6块 当然还有更便宜的3块钱 那就没法要了 你肯定不会要3块的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 你往最便宜的走的话 楼下底是6万 因为3000尺 3000尺就是6万 上面的话 1000多 1000多就按你算5块钱 就是5000 那也要6万5 如果要弄好了的话 就楼上楼下加一起 差不多是就8万 也就是说 一说你说 你说30万装修不够 你说哪去了 我就告诉你 别的不说 窗户 所有的全做5万8 地面你全做好了 8万 就光这两个 就13万多 就进去了 就光窗户和地面 剩下的先别提 剩下的看这柱子 这柱子铺瓷砖 料它不管 就光这柱子铺 一面 这一面墙要800 一共是四面 四面的话 4830 就是光手工 光手工 然后水泥你自己出 水泥另算 所以就铺这柱子的话 然后你那个料 就看你自己买了 自己买 我老婆看了 一个24x48的 那个瓷砖 那个瓷砖 我记得也是6块 6块还是6块5 我记得 好像6块钱左右 7块钱 就 可能就6块5 快7块 所以你就说 就光这一个柱子 包出来的话 我估计手工赛3000多 然后这个成本 估计也是几千块 这柱子出来 可能就是 就几七八千 就这包着一个柱子 对不对 然后这边 这边就是说 像这个 这个烟筒包一下 它要多少 要4500 是吧 把它整个包起来 这4500 就是说这个柱子 加这个两个 加一起 差不多就155 对吧 所以你就说 做一个地面 弄一个那个 我原先还想把这个墙铺了 把这面墙 整个铺 那个瓷砖铺上去 现在囊中羞涩 发现这个贫穷限制的 我的想象力 你知道吗 这个就算了 这面墙我不铺了 这面墙 因为这面墙 你要一算 这面墙铺上去 差不多1万5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不铺了可以把你 往艺术家那儿逼 把你照的照片 可以贴几个 到时候 对把我的照片 贴上去就够了 好不好 照一照片 但是呢 这个呢 这个是必须得 这个就必须得铺 对吧 这个他光手工要4500 再加上瓷砖 我估计这怎么也得 七八千了 这个 7000 我看搞不好要有 这根柱子 可能也要七八千 这两家一起就得1万5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反正 然后啊 这还没有完 你知道吗 这会儿呢 想打一个柜子 就是说 你看这会儿 不这会儿凹进去吗 我想在这儿呢 打一叩柜子 打一叩柜子 打这个柜子呢 然后这边呢 我想做一个瀑布 瀑布 就是从头到尾 这个瀑布 往下走 往下走 当然这个瀑布呢 就看你了 那这个呢 风俭游人 如果你做的是 那种水晶的 特别亮 它流的水啊 那就可能 10万美万 对 就是你要做便宜的呢 我看 没有一万恐怕也 因为这个 它面积在这儿 你知道吗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灯 灯的话呢 你看这儿 不都留着灯口吗 这还没有做灯 这灯呢 反正也是 就是风俭游人吧 但是稍微能看得过去眼的 水晶灯 基本上都要在 800到1000美元 就是说就稍微能 因为它水晶的嘛 对 你只要能看得过去眼的 它就是 对对对 就没办法 你去诗花落士气 你买一个水晶 掉这多少钱 对 对 你想一想 对不对 你想它那个灯上 弄那么多水晶给你 对吧 对吧 你想它怎么 最便宜最便宜 也要你1000 这还是小的 如果说在这边 这边这个要大 这边应该房景 房景大嘛 这能挂两个 一边挂一个 那这种就不好说了 那这种就看你自己了 对不对 那几万也是它 知道吗 就是说那 这个几千的也有 对吧 几千美元的也有 几万美元也有 那这就 刀在挑吧 不过我觉得 你明白我意思吧 反正就是你这么算算的话 你看 院里它可能要20万起跳 我估计你要做好了 因为你游泳池 现在可以挑各种 就是说加热 对吧 然后还有盖 就是说你平常弄的时候 比如夏天弄的时候 它是有的 冬天不弄的时候 它一个 它伸上一个板 把它们就给盖平了 然后你可以走过去了 它就跟个盖一样了 到冬天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种的话 造价就非常高 那可能就是没有个 你知道吗 20万是不带杆 20万不带 但20万可能能够 是能够加热 能够加热 然后有一个所谓的那种 自清洁是什么的 对吧 就那么个意思 所以呢 你算了没有 就外面这个院 再加上里边 做个地板 做个窗户的话 30万就已经没有了 就已经35万去了 就对 对 三四十万就跟碗一样 就这个 我跟你说 要为外样板间 你知道吗 样板间那房子 能够直接 样板间的房子 光装修要150万 差不多吧 光装修也要了150万 而且这还是 那么那个小的 那么那大的 现在那样板间 直接要你500万 我的天 简直就都 都见了鬼了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丧心病狂啊 然后其他的东西呢 进去看看Clausie吧 上楼上楼看看 哎呀 反正对啊 这种东西 真的是 对 跟个无理动一样 这种装修 你要往下下去 你真想往下下的话 100万也是他 要不然那个朋友 50万下进去呢 哪都不到哪儿 你知道吗 真的是 50万没 跟我说50万进去 没装完啊 还差很多了 而且他那个 对啊 50万都没装 那个 他外面那个院 就只是铺了 铺了一层砖 做一点点小花草 好像他那院 最后只要了 他2万8 不到3万 你知道吗 你想50多万 你就都光在那装 搁进去 你知道吗 哎呀 看看 然后像这些的话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打算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打算不做 不做长帘了 这会儿不做长帘了 打算做那种 就是说那种 就是说 Tint Tint 叫什么 贴膜 贴膜 贴了膜之后呢 就是说 从外边往里看 像个镜子一样 从里边往外边看 能看出去 这样我到时候 贴个膜就得了 但是贴膜其实也并不怎么便宜 贴膜好像差不多也是几百块钱 一个 如果你贴那个好膜 几百美元一个 知道吗 其实跟你做窗杂差不多 窗杂也是几百美元一个 就差不多这意思 好吧 然后这些都不知道 这些屋子怎么知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 一点点来吧 一点点来吧 我觉得这个房子 要是就是说 你真信心装 他光装修 要你的100万美元 简直就轻轻松松了 就没有了 就是 这 头大看着 这会儿也得装一个 这会儿要装一个 就是锡顶灯 如果水晶的话 也差不多也得一两千 这样 对吧 这光装一个灯 就这个意思了 然后这边里边 洗衣房 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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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干衣服都不送 那只有一个盆 就是你洗衣机搁在这会儿 万一洗衣机漏了 能不能把水漏下去 对 就这么个意思 他连这都不送 你要自己做 这个柜子 夹着柜子 夹了几千块 这是我们自己加 他给你打 是吧 还不错 这个要成功 这个要的 对 这要不要的话 就不好看 水盆弄的也可以 凑啊 很大 实用 很大 对 很实用 对 然后去主卧看看 主卧也是 主卧的这个门 我跟你说 对 主卧的这个门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也要做那种电动的 就光这个门 也要差不多 要五千美元 就光就做一个电动的 然后呢 这会儿也是 所以我主卧呢 我可能就不做电动了 我在跟他商量煮肉 我做那种拉帘的得了 对 拉帘的还便宜点 对 拉帘的 拉帘的可能就一千块 你知道吧 里边加个纱 对 对 其实就按说 这都应该打柜子 这凹进一块 这其实只要打个小柜子才好了 对不对 应该做柜子 这也可以做柜子 这地方 对 一屋的柜子 这也可以 因为你要不做柜子的话 我不知道这地方拿来干什么 对 现在就在这 对 或者就是配家具 是不是 要不就配家具 要不就自己打柜子 但是家具的话 因为它跟你的大小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 你跟自己打出来的那种柜子 它就是不太 对 就是你看 这是那个 Closet 我来看一下风景 也不错 就是做错的风景 这个风景是真好 我们那天来的 坐窗战人来了 来了之后 他说 哇 你这这么漂亮 你为什么要做窗户呢 为什么 你就贴个膜 得了 贴个膜 能看见 远山多漂亮 我说对呀 它有一个问题 现在能看见 为什么 因为邻居还没有见 你从这你看到了吗 邻居那还没有见 你知道吗 你拿这个 能照达吗 能照达 我现在不知道 最后的那个窗户 还能不能看见一点 这个能不能看见一点点 就不知道 哦 你看 他这儿 他真的 他修了一下 这能好 好看多了 对 对 我觉得有可能 有邻居之后 这个也还是能看见一点 因为这个太靠前了 他们不能完全挡死 不过咱们 再说 到时候再说 正好回音还挺大的 哦 我们这个 一万五升级的水龙头 还是不错 真挺好看 真挺好看 好高级 对 这一万五没来花 没来花 好高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看见地面 对 地面也弄好了 地面也弄好了 昨天来还没弄好 对 昨天大家这会儿 这会儿都有问题 今天都已经弄好了 对 今天交嘛 呃 然后我刚刚说 啊 就在那个这个 呃 马 马桶这会儿 我告诉你啊 我原先以来呀 花了一万五升级的 这就这些水龙头 这些水龙头啊 花了一万五啊 我当时觉得是被坑了 当然后后来 他们都跟我说被坑了 我后来自己去看 然后他呢 有一点没弄好点 在这儿 你看 我把这灯打开 你看 你看这个了吧 他这个没给我升级 没给我做配套的 我一共是6个厕所 是不是 就这个没有弄啊 然后呢 我就想尝试自己去买 去买这个 我买了一下啊 跟我那个能够配套的的话 这一个差不多要260美元 啊 就忘了 因为那个的话 就是配 toilet paper holder holder 对 就这么短 那个东西 对 就这么小东西 要200多 像不像250 260的样子 对 然后呢 这个里边应该没有 咱去另外一个厕所 你看一下啊 呃 我算了一下 我应该呢 是 呃 6个厕所 对吧 我7个厕所 因为呢 我们是那个 呃 5室 呃 5室呢 每个室呢 有一个厕所 然后呢 这个楼下厅呢 有一个厕所 是半域的 所以那是5个半 但是主卧 这好有两个码头 所以呢 它得按7个算 我我我得换7个 每一个呢 就是差不多260 260的话 7的27 1467 42 呃 就差不多是1900 对吧 1900 然后呢 还有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也没有给你配套 看这个测课里的 测课什么的 对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也没有给你配套 这个呢 也可以配成的 跟这个水龙头 是同款的 嗯 对吧 就是可以配同款的 你看 这都升级了 它这1500 就是说包括这些 你看这上面 这都升级了 这也没有 丑暴了 对 这都 但是这个呢 一挂联也就算了 所以这个我也不打算升了 但是这个要做 这个的话差不多在360 嗯 这个应该长了 这个360 这个呢 搁这个 卫生巾的 这个卫生纸的 这个呢 是200多 所以两个加一起 差不多就是600 嗯 600的话呢 等于就是说7个或6个吧 按按6个算吧 啊 6630 就差不多要要要3600 所以你就知道原先 就这些东西 它叫你1500 其实 嗯 不不但不贵 不但没黑你 还挺合适的 因为你自己买的话 这个价钱拿不下来 这应该是托brother 跟他们是成批的买 所以呢 他才能够拿 拿下来这个钱 你知道吗 他拿的还真的是便宜 我们自己买的话 可能会更贵 是吧 我把灯关过啊 因为从现在开始 都算我们的了 哈哈哈哈 水电馆都要关好了 对对对对 都算自己的了 这这不对 这这这哪个等 今天交房还说了 不是哦 这个可能是中交这个还没装 那这边的应该在那边上 也不是 哎 灯灯在哪在正上吧 对 哦 哦 是这个是这个 那把这个也关上 好吧 把这个也关上 哈哈哈 嗯 所以呢 对对 你说 咱们在头还得装太阳能板吗 对 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就是另外 太阳能板呢 它现在就是分两种 一种是你自己 就是说一次性购买 那请他几万块钱 另外一个呢 是按钮给 要么就是贷款的 要么 然后那个交多少年就得了 嗯 太阳能板是一个 呃 另外一个 还有就是什么 那个安全的摄像头 对 摄像头还要装 上头它只能留口了 还没有装 嗯 然后你接了wifi之后呢 你跟他说 跟他说呢 他就可以给你装这个 摄像头了 好吧 事好多 嗯 所以 其他的还没想好 就简单的 就是 目前就就这样吧 然后家具的话 我大概看了看 基本上 咱不说别的 就主过这张床吧 好一点的 就光床架子 差不多要三千多美元 对吧 床垫 我们现在买的床 都不是很好 我们的床垫 两千六百多买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买个好点的三四千 对吧 加一个床 就那床厂可能就要八千 所以 对 你算算的话 三十万 对啊 我幼稚了 我还是不成熟啊 我还是 人生阅历前 我本来准备了 我说准备个三十万美元 应该够了 那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够 哪都不到哪 啊 怎么办呢 我还没想好 这边也是 你看这边的嘛 这窗户呢 就是他看着很好看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跟你说 等到隔壁邻居一见起来 你看 隔壁邻居现在正在见嘛 等他一见起来呢 这就给你挡死了 这就没有了 这边窗户就只能看见邻居了 没事跟邻居打个招呼 哈喽 对面邻居不知道住没住 他就没 他没装成帘的对面 住了 把垃圾桶都搬出来了 对 垃圾桶出来了 好吧 反正大体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跟一般的咱们小伙伴们 他要不了解情况的 你跟他说 你说这个三十万装修 准备了三十万装修不够 他就觉得不太可能了 但是实际上你算算 你就知道这意思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几点吧 就是说原先的想法 特别的丰满 但是现实非常的骨感 我觉得就要做一些妥协 做一些妥协 首先来讲这面墙 我就不铺了 原先我还要把这盐筒 收到底了 收到底可能要六天 收到底就算了 这也不要了 这面墙不铺了 这盐筒也不需要到底了 但这盐筒必须铺 铺点东西要不好看 对不对 这个柱子就铺 然后下面的话 我现在考虑要装 到底装瓷砖还是地板 地板的话 每平方英尺的话 能跟它差不少了 地板还是比瓷砖要便宜很多 所以唯一有可能 就是说楼上楼下 都装地板得了 刚开始 这个稠疏满质 要一楼二楼都装瓷砖的 但是我跟你说 二楼装瓷砖的 更麻烦哪了呢 二楼如果装瓷砖的话 上面要割水泥板 要铺水泥板 铺水泥板 价钱就更贵了 一楼不用割水泥板 所以 对 当初其实现在真的后悔了 当初应该跟托布拉子 直接全升得了 当时全升它要9万 对吧 它是全部整个升泥上来 它要9万 当时应该给它 当时幼稚了 太省事了 对 太省大事了 那9万给它就得了 还真的应该给它9万 9万就要装了完了 你自己弄的话呢 你自己弄 现在虽然说是8万 8万能下来 对不对 但是你还得砸 你还得弄弄得暴土洋堂的 对不对 最后呢 你就省了个一万块钱而已 对吧 是省一点 你自己找的是少 比他弄就是省一万美元 省一万美元 但是你这些事呢 对吧 这一半美元 省得莫名其妙 对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整个这个情况 也非常尴尬 这儿是不是也能搁一个吊灯 好像 这儿还留口了 看上面了吧 对吧 这也搁一个吊灯 哦 刚才进去想说那closet 对不对 我跟你说 你看 对 那closet忘了说了 可是我老婆那closet呢 我跟你说这个closet呀 你老婆closet你毁用吗 我 我 我在那打个柜子 我用柜子 那closet呢 我不知道你够不够用 closet closet closet最后呢 他们那天跟我算了一下的面积啊 算了一下面积 这个closet的最后应该是不到20平米 他应该最后呢 是18 差不多是18平米 171816吧 差不多吧 十几平米 不到不到20 呃 然后呢 这会儿也都是 这会儿你说 你能用这样之后呢 也能用 但是这不好看啊 对不对 呃 不够这个公主范儿 哈哈哈 呃 这个closet呢 反正找了个人问一下 就是说呃 他进来要给你打 你先把地板做好 做好了之后呢 他要把木头什么拿来之后呢 两尺分之上给你现打现做 呃 整个坐下来 就是说最最起码在18,000 如果你要在里面的走线 走线做LED灯 然后拉各种东西的话呢 可能能够就是说往上上 上他上不封顶吧 上不封顶 但是怎么知道也要到3万 就是说2万呢 就是说非常普通的那种 然后呢 他会给你呢 这边做一个柜子 做到这儿 做到这儿 还做一个中导台出来 出来这么一块到这儿 然后这儿呢 给你做一个呢 能能能能能够坐下来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中导台呢 可以拉抽屉啊 什么的啊 差不多要叫2万多啊 就光这一个clozzi 所以呢 clozzi你要明白 就是说每个卧室都有吗 5个卧室 当然主卧的这个clozzi大 另外那几个呢 估计差不多也要在 就是说7000块钱左右一个 另外那是4个4728 28,000 这个2万差不多就光clozzi的 几个clozzi clozzi坐下来 差不多就5万 呃 对 所以对 这还没提家具了啊 家具我跟你说 随便好一点的 一个餐桌就两三千 你知道吗 所以家具那边我看没有 我看家具那边没有个10万 也是勾腔 几个clozzi的就要5万 然后 对 所以我看 要晚了房子卖了吧 我看 哈哈哈哈 一年之内还不能卖啊 对啊 算了算着 钱算着算着就panic attack 对对对对对 真的还是这个太那个什么太太幼稚了 太幼稚了 比我们想的完完全全的对 完全全的不一样 很多问题 不过呢 也算一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吧 进来了之后 啊 进来了之后 对 我也我也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我觉得我好像又成熟了一些 哈哈哈 真的 无横产者 无横心啊 有了 有了房子之后 你感觉你的人生整个 我一下 老了 老了10岁 哈哈哈 这个 这个是在哪 这个里边的啊 那这个是外边的 对太搞笑了 啊 然后 哦 对了 这个阳台还是一大块了 知道吗 阳台要做的话呢 你下面要这个铺嘛 我想我阳台铺了 然后封 封的话呢 你要先找一个做不离的 做不离 先给你出计划 他把计划出来之后 你再给HOA说 你知道吗 你不能直接给HOA说 因为你要跟HOA说完了之后呢 HOA他要 你要提供计划 他看着计划 他批准 他批准的是这个计划 批准了这个计划之后 你就不能改 你要改就要重新审批 知道吗 所以这个呢 行不行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跟你说啊 这个玻璃呢 不是什么玻璃都行 因为这太大了 他有那种就是说防暴的玻璃 因为你要做整个 就是说一面玻璃嘛 知道吗 那 你看我 你看我楼下那玻璃纹 那玻璃纹是16000 知道吗 那玻璃纹连这个的 四分之一都没有 就那一事 16000 所以这么大的一面 如果做防暴的 防暴玻璃的话 可能就这一面玻璃 就要你四碗 所以呢 他要是同意不做防暴玻璃 咱就做个不防暴 普通 不防暴的话 最起码也要是 就是说如果碎了的话 要碎中一溜一溜的 不能扎人 因为怕怕他万一什么掉下去 掉下去 那直接谁在上面 直接就拼了半了 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是非常危险 他也不是为了难为你 他也是真的就是说 为了安全考虑 所以他有他的要求 所以这要做玻璃的话 也是 这个阳台要把它拿玻璃 呼起来 因为当然你可以做一种特别小的 碎的那种 一个一个窗户那种 但你做就不好看了 你要做一面的 这阳台我看 你看你没有10元 你可能走不了 就光他这些玻璃 你没有10元 这件事还做不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没有人坐在这儿了 太贵了 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有这想法 但是问完了报价之后 基本上就都难没你了 老陆你现在说的 就是咱俩人的状况 对 咱俩人的状况就是 外面的灯 外面的灯还可以关 四个灯 四个灯 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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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反正说实话 对装修来讲 这只是呢 刚刚起步 住进来之后呢 要多种东西更多 就目前来讲 就只是斧头这点东西看看 呃 我的30万直接就不根本 觉得自己挣点点钱 太少了 然后几十万扔进去跟玩一样 所以对 我再 我再想想吧 我再 我再 你再精简一下 老公 我再精简一下 我觉得应该我这房子 卖了 换个小一点的 哈哈哈 可是现在的房价涨这么厉害 小的也换不起 呃 对对对对对 我看了一下 我们小区 他有那个 那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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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户啊 他买的比我们早 他买的时候呢 他那个房价基本上能比我们便宜 二十万 对吧 而且呢 我我光升级升了三十万 因为我那门两万五 那个厨房四万 然后那个屋两万五 就那个门 反正就就这些东西吧 我我升级了升级了三十万 他基本上都没升级 那个人非常聪明 那个人买的时候就不是自己住 他是做福利盆 他买完之后呢 他就开始就是说这个呃 买的是最最便宜的那个户型 然后呢 一点都没升 然后回来之后呢 完完全全的自己做 知道吧 自己做 整个做完了之后 所以他那个房子啊 他起始价就应该比我便宜 比我便宜五十万 对吧 因为他他他他所谓的房子 比我便宜二十万 然后他还没有没有做那三十万的升级 他房子比我便宜五十万 然后呢 他最后做完了 他最后整个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算是精装修吧 就差不多刚我说那些 他都装完了之后 他直接翻两百万上去卖 就说在在我们这个房价的基础之上 再加两百万 所以呢 就是说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好吧 那就是 唉 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真的 让我沉默一会儿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